这位同学问 请问法师能否在澳洲洪传无量寿金 我们正在做 所以我现在在澳洲图文吧买了一个教堂 天主教的教堂 那作为我们的修学的道场 我们对于天主教的感情很深 所以我买的教堂完全不改变 那他们把这个十字架 这个圣母耶稣的像拿掉了 他搬走了 那我接受这个教堂之后呢 我里面不供佛像 完全保持它原来的样子 这是我们对天主教会的礼计 我们对当地文化的 保存文化的重视 我们要跟澳洲所有俗群宗教融成一片 所以我们在教堂里面讲金 在教堂里面是佛 那我们活动的时候呢 我就用投影 用投影 所以我把这个教堂后面这边 做成大萤幕 我们的佛像就投影上去了 我们没有活动的时候了 那个投影机关掉了 那是一片空白 所以不供佛像 那我们讲地藏经 地藏菩萨出现了 讲华严经 皮诺哲纳如来出现了 祝福献全身 没有活动的时候 佛都没有了 佛菩萨都没有了 我们用这种方式 这个是非常经济实惠 你说造一尊佛像 要花多少钱 现在需要用钱的人太多了 我们不忍心的这样做法 那么这个许许多多道场里头 有很好的佛像 我们只要造一张花灯片来 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用 把他的佛像搬到我的教堂来了 所以这个方法 经济实惠